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教会十字架都被中共给摘除 很多教堂遭到拆迁 甚至被迫关门 除此之外 对新增市的打击 中共似乎更卖力 在新疆 几乎大部分新增市现在都陷入停等 因为已经有数百万新疆人 可能就是因为坚持要去新疆市 就会被中共抓进集中营 进行所谓的再教育 实际上就是用共产主义思想给他们洗脑 而且强迫他们劳动 除了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这些信仰者的逼迫以外 实际上中国还有一个信仰群体 就是佛教徒 在共产党的逼迫之下 中国的佛教徒采取的方式与前两者不同 中国佛教徒基本上采取的都是银河的态度 因为他们本来也是假信徒 很多的和尚实际上就是为了骗钱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少林寺 还是南方的佛教的寺庙里面 其实多半都是一些骗子 他们在那里面装模作样的骗钱 甚至像在武汉一柱箱 什么春节什么的 一柱箱都要五十万元一百万元 那简直都是赤裸裸的诈骗 但是呢 他这个诈骗是有效 因为中共上层头目 也经常去到寺庙里面去捐点钱 中国人这个 他们这个信仰 这个佛教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到了这个佛教呢 做一点布什 或者去买一个一百万一柱的箱 那么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罪孽 这是太滑稽了 我们知道以前呢 这个基督教天主教 曾经卖那个赎罪券 这个呢 曾经招致了这个北欧人的反对 所以新教呢 也就是说 路德也好 家文也好 就率领信徒们反抗 因而呢 就是诞生了新教 但是中国呢 这个简直都是一种普通现象 就是说中国人都认为呢 往佛教里面 给佛教信徒一点香火 那么就可以肃清 就是减轻自己的罪过 真是很滑稽 真是呢 还有呢 中共最近呢 实际上对佛教的这个打压呢 其实过去一直主要在新疆 在那个西藏 因为西藏呢 那个是藏传佛教徒 他们没有听从共产党的这个改造 而最近呢 南州有一家寺庙的僧人 也被征服 逼迫还俗 我们从视频里看到 成百上千的这个僧人 或者尼姑 被要求是 要求回家 就是还俗 也有人说是尼姑 我看那个服装呢 是大红色 他们应该是属于藏传佛教 而听声音呢 就更像尼姑 不过我们知道 对于佛门弟子来说 这个无论是尼姑 还是和尚 他都是穿着一样的服装 网友们认为呢 中共强迫尼姑还俗 是为了让他们嫁人 是为了提高中国的生育力 这样呢 就是中共呢 就能够获得很多炮灰 将来抵抗新八国联军的进攻 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强迫那些 对世事已经绝望 已经伤心 想要离开 避开这个世界的人 去结婚 去去去去生孩子 这也太过分了 恐怕也不合适 人家死也不愿意 回头呢 正好我检视了一下 最近几年包子的行为 我突然发现呢 中国的确在回到文革 甚至已经进入了文革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都在拨斥啊 说人民 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反抗啊 人民没有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啊 没有造反啊 派啊 没有这个红卫兵啊 但事实上呢 这一次呢 进行的文革呢 从本质上跟 毛泽东发动的第一次文革呢 有很多相近之处 那就是说呢 回到共产原教旨主义 那种状态 也就是朝鲜的那种状态 朝鲜现在就是标准的 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 早期的苏联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中国 也是属于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 而现在呢 习近平 他回到的就是那种状态 因为习近平呢 从小呢 就在那个中共的身口盆利长大 像一头小身口一样 他脑子里能够装进去的 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那种 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 后来他对所有的东西 只不过是憨憨的笑着 其实他从来没有理解过 他也从来没有理解过人类文明 这是他为什么决意 要回到文革状态的原因 但是呢 这第二次文革呢 跟第一次文革不一样的 在哪里呢 第一次文革呢 毛泽东呢 因为中共党政机构都不太听话 所以说呢 他用的是呢 激烈的手段 就是他主要运用红卫兵造反派 革命群众 来打倒一边面 一方面实现他的所谓的 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梦想 另一方面呢 采取了呢 对当时现任的官僚阶层呢 进行这个大击 让人民群众去围斗他们 这一次呢 习近平采取了什么呢 以腐败的名义 把他们抓起来一部分 震慑住其他的大部分人 然后呢 由政府直接代替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进行这个文革活动 所以呢 我现在呢 给他取一个新的名字 给这个习近平式文革 或者中国的第二次文革呢 正式命名为有序文革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呢 对待以前呢 毛泽东时代呢 红卫兵的这个乱来一气呢 也是心有余悸 因为那个红卫兵义和团呢 是什么打什么都打 什么都杀的 再说呢 习近平一家人呢 都受过文革的那种乱打乱杀的迫害 都是接近家破人亡 所以呢 应该说他心有余悸 还有呢 中共党内呢 虽然有很多人 这个虚伪的信仰共产主义 但是他们对文革呢 还是有所保留的 尤其是对于人民群众 起来造反 对中共的这个统治集团 打打杀杀 或者动不动就给你抓起来斗争 比如说 波一波被他儿子都能一口气踢断这个两根肋骨 这个彭德怀 被这个革命群众一口气踢断七根肋骨 习仲勋也被是斗得半死不活 这个习近平本人呢 15岁呢 就被当成反革命 给弄进这个少年这个劳教营改造队 所以说呢 他应该说呢 他和他的小伙伴 他那个年龄层的 都在文革当中受到冲击 因为毛泽东死了以后呢 中国的这个大部分中共党政军官员 是对文革是深恶痛绝的 所以说呢 邓小平后来启用的人 几乎都是反文革的 没有一个是支持文革的 因为习近平呢 毕竟是被这些人利用的 比如说被江泽民啊 被这个胡锦涛他们提拔的 所以说呢 他从本质上呢 对文革呢 一些具体的方式 比如说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还是不赞成的 但是他又非常推崇那种理念 也就是原教制共产主义理念 所以怎么办呢 那么他就开始进行了有序文革 这种有序文革呢 实际上更加蛮横 也相当可怕 而这一次的这个鼻声还俗呢 只不过就是一个 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而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诺来 李宗盛 诺来 李宗盛 诺来 李宗盛